哇! 人潮也太多了吧! 超誇張! 有外星人 還有大武功、老鼠、段子、偽翼的BGM 真的是有嚇到 還蠻有鬼屋的氛圍感 嘿嘿!今天又要出遊囉! 一樣是先來桃園找認識多年的閨蜜 在一起出發 特別的是今天還帶上了可愛的來賓 叮叮 怎麼要攀你就跑了 這次我們要一起去看一個聽說很厲害的展覽 還記得前陣子我有開箱爆紅的台南地獄展嗎? 這次的展覽據說比地獄展更驚悚、更恐怖喔 是位於九份深屏戲院旁的鬼怪傳說特展 當時看到網路上放的圖 這個殭屍跟氛圍真的有感覺到毛骨悚然耶 於是開展的第二天馬上來朝聖一下 開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九份啦 風景真的非常漂亮 只是真的好難停車喔 需要走一段路 終於看到九份老街的入口囉 朝著深屏戲院的方向走大概需要十分鐘 主題的平時九份人潮還是非常多呢 耶!終於來到展覽門口了 不過一點才開展就先到旁邊後了點東西 一回來 哇! 枕草也太多了吧 我們剛剛呢 十二點半左右到了這邊 然後他們說因為要一點才可以開始進去看展 我們就先去吃了個午餐 然後這邊喝了點茶 結果一點準時下來的時候變這樣 沒想到平日還是這麼多人來看展 終於輪到我們囉 因為才剛開始展覽還在市展中 原本的票價是150元左右 那現在一個人只要100元 還附贈一杯孟婆湯飲品 好婆心喔 票券是設計成平安符的樣式 非常有特色 雖然我怎麼覺得很像是貼在殭屍頭上的符咒啊 進門後還蠻有鬼屋的氛圍感 一轉頭馬上看到一隻殭屍 真的是有嚇到 就在你後面 接著往前走有非常多不同種族的外星人 還有大武功、老鼠、斷指等等的展品 再往前走看到頭骨骨、人面怪魚 等等 這人面怪魚也太可愛了吧 接著看到展覽的一大賣點 人魚木乃伊 很大隻超過一公尺 另外逛仔的同時 整場都有搭配詭異的BGM 還蠻加分的 那另外一頭有三隻殭屍包圍著你 配上他們的身高還蠻有壓迫感的 想到如果真的遇到這個狀況 實在是不會想跟他們打 先跑再說 最後一區是互動展品 可以讓頭進去成為展品的一部分 覺得很適合拍照 好啦看完展覽囉 人真的超多的 最後來到九份肯定還是要吃個玉岩的吧 那就用玉岩來做個結尾吧 他現在在看鏡頭 對啊他這時候就會看 嘿嘿 總結來說我自己覺得 對比台南的地獄展 這裡的展間真的是小非常多 動線上真的不太好逛 到處都是人 不過整個展覽的氛圍非常夠 地獄展雖然空間大 但都以展覽單品為主 這裡的話呢 包括布景 背景 BGM 甚至展覽的位置 都有做一整套的搭配 整體來說恐怖感增加了非常多 殭屍的細節也比較滿更象徵的 個人覺得是有贏過地獄展的哦 大家有機會也可以來看看 你覺得我們開了一個多小時 來到這九份看了這個殭屍展 還行 看起來不太行 太小了 真的太小了 而且我覺得人太多了 因為他沒有做人流控管 所以我覺得可能他才剛試螢幕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殭屍展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掰掰 這裡是一段落字幕 那麼這真的 也很糟糕 這就是燃烤機 溫的燃烤機